YOYO 我是魯特 剛進入夏天的季節 小意外就有點多 第一個小意外 兩個多禮拜前 我們去了大埔河濱公園露營 那一次原本想說是可以很放鬆 輕鬆的露營的 但是除了熱 還是熱 小黑紋加上無數的蟲蟲 瘋狂清洗 當下的體驗真的是蠻差的啦 只能說幸好那一次不是我的第一次騎車露營 不然我應該是直接 從此再也不想要騎摩托車露營了 出了小黑紋 在隔一天拔營的時候 還被一隻無名的蟲蟲咬了一口 一開始傷口是蠻小的 也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在從南部要騎回台中的路上 傷口突然變得奇癢無比 然後整塊變得超紅超腫 接著伴隨而來的 就是強烈的刺痛感 回到家之後 很不放心的馬上衝去急診 最後結果就是已經變成了蜂窩性主之眼了 所以嚴格說起來 還是自己的經驗值不夠啦 夏天的大浦河濱公園 大家真的不要去 接著是第二個小意外 在大浦河濱公園露營完之後 我去了一趟切地瓜 從月初起到這個禮拜 里程大概超過2500公里吧 屁股也因為長時間坐在椅墊上 也悶到長痘痘了 屁痘也變成了我一年一度的訪客 所以呢 這禮拜我們非常的不一樣 準備舒服的開著車 去山上避暑 在山上過一夜 接著就直接睡在車子裡面 體會一下大家所說的野外車速 看看是什麼感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月的累积里程应该已经累积到可能超过2500公里应该有了 所以屁股上长得痘痘 现在用四个字来形容我呢 如坐针毡 坐立难安 八个字了 没关系 我们稍微小小的放松一下 特别的不一样 我们要去露营 可是我们这次使用的交通工具呢 四轮 看到我这个非常舒适的坐在我们的这个汽车里面非常的舒服 光是开车呢 就让我觉得我的屁股真的已经快不行了 屁股长痘痘 可是我又非常的想要怎么样 想要出去户外走一走 可能回去之前看到的一间 一个地方 然后稍微给他住个一个晚上 应该也是不错啦 应该也是会蛮好玩的吧 希望这次可以为大家带来呢 特别放松不一样的影片 那我人呢 现在是在这个嘉义的Seven 我也不知道这间Seven是什么 刚才开了国道1号 接国道3号 那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准备往北 开往南投 开到南投之后呢 应该会在南投的全帘 先给他买一些食材 今天晚上要煮的 等下准备出发 狗哥 而开车嘛 在一开始 给我最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啊我到的空间 对我这个露营装备 还不算齐全的人来说 还是算很大的 跟摩车不一样 完全不用考虑体积还有重量 想到要带什么 就带什么 打包完之后 总是感觉少了那么一点 情怀 连补给东西 都可以补给的理所当然 轻轻松松的 好棒 随便丢好爽喔 我这次来呢 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这一圈纸巾了 我可能只会用到他四五张而已 但是我买了六卷 你那么在乎 我们刚才本来想说买一罐那种 一公升的矿泉水就好了 但是 开车就是不一样 我们要买一整桶的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离开了全联 来到了圣前超市 结果这里我卖一卷的 我都去看了 我都很厚 那才五十九口 我们一个够吗 我们要洗菜 然后泡 不然两个 在山下把东西补给完 我们也准备上山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 是山灵溪的大轮山 沿着151线道 从竹山进入山区 接到头九五 山灵溪公路之后 我们在这条产业道路停了下来 原因不是因为到了 而是因为我连开车 也可以开错路 在路边停了大概 10分钟吧 终于搞清楚自己现在在哪里了 所以就接着重新出发了 出发之后 海拔也越来越高 从竹山出发 到现在的山灵溪公路 海拔会来到超过1200公尺 这时候把窗屋摇下来 车子里面 还是会吹不太到风 不过把手伸到窗屋外面 温度跟在市区比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啦 在山灵溪公路上开了将近20分钟 我们在阳湾附近 转入了更小条的产业道路 一转进产业道路之后 眼前的零像瞬间优美了起来 从高大的树木再到竹影婆娑 电线杆随着路径也变得越来越老旧 出了竹林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山南缭绕的山头 到了这边还是让我觉得 长了屁痘 但是排除万难来到这里 还是非常值得的啦 这次停车就不是又迷路了 而是我们今天就决定在这里过一夜了 前方可以看见也会有很多人在这边野餐 上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也遇到了两三组人在这里车速 我们现在到我们秘密基地了 这是我们上一次骑车来的时候 意外发现的地方 不想跟大家分享 没有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地方它再继续往上 刚才我们转进来前往上的话 它就是大轮山 然后这里 这个路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看到有人在这边车速 然后也在这边煮东西 那时候也是骑摩车 所以我那时候很后悔说 干 为什么我们不来这边住一晚 所以在我回到台中之后 妈的 我一定要开车来这边一次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这边了 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把东西好好给它收一收 不是收一收啦 东西好好给它全部拿出来 怎么开始尖了 你看 我真的觉得超赞的耶 虽然这条路漂亮的这一块 就是从这边到那边而已 可能不到300公尺吧 也可能不到200公尺 干 真的蛮有feu的 我还蛮喜欢这个地方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 开始准备 把东西给它拿下来 好吧 哥哥 今天来到这里的时间点 确切的时间我已经忘记了 只隐约记得是在下午的5点左右吧 身后全是缥缈的云雾 流动的速度非常快 其实我一开始还蛮担心会下雨的 不过后来想了一想 我情难捏 所以还是很有自信的 把车上的桌子给它整张台下车 之前在机车露营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可以用到这么大张的桌子 开车少了一点情怀 但是多了一点方便 路边就直接来了啦 各位 在开了应该一两个小时之后吧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仙境 我把这边叫做仙境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这里在我上次来到这边的时候 真的非常漂亮 这里呢 也是我们今天晚上即将 在这边车树的地方 给各位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真的非常美啊 这里有一棵树 这边是一座小山峰 这边也是一座小山峰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在这个 两三交界的狭小地方 所以这边是一个亚口 我们现在在一个小亚口 然后这 茶园好不好 我们前 还有我们后 都是呢 绿意冲冲的茶园 主要是他就是 骑机车楼盆比较好载啊 对 因为我们其实也会机车录影啊 对 我们其实也会机车录影 我们其实也会机车录影 对 这个蛮好 真的蛮好做的 我们遇到了一群人 还蛮好的叔叔 阿姨 还有伯伯 之类的 好不好 他们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呢 给各位看一下 非常不可思议 他们给了我们 这个 把辣 而且重点是 他们把辣不吃了 他们就直接也把盒子给我们了 呵呵 直接 他们直接还把盒子给我们 真的超夸张的啦 然后还有这个 哦 诶 诶 这个是高级的饼干耶 真的好吃 你有吃过这个吗 诶 我有椅子的 我吃过这个 然后有人不会装他的椅子 他现在变成这样 诶 为什么椅子变成这样 我们现在呢 其实已经把 我们的东西 好不好 给各位看一下 后面 我们在这边 搭了一个桌子 然后 买了两罐水 开车出来就是有一个好处 我们连超大张的桌子都带出来 我甚至等一下晚上 我还要在这边剪片 搞了一整天 终于 轮到我们要放松了 这边有一只很凶的狗 一直在没干 可是没关系 现在就开始好好来放松 好啦 然后我不要再废话了 我们就准备欣赏这片美景 接着呢 开始煮我们的东西 GOGO 现在刚弄好我们东西 我们刚把我们的基地全部搭好 灯啊 行动电源啊 因为 我的这个露营灯 好不好 这一颗 现在照我的这一颗 这个灯 这次真的太零食了 出门的时候 他妈的没有充电 幸好我这次带了一个 超级巨大的行动电源 然后现在呢 赶快先把它充好 时间 诶 7点15诶 我们什么都还没有煮 快饿死了 因为我首先呢 我们先煮的是我们的这个水饺 这就是我们 噢 没有味道 因为他什么都还没有讲 吃水饺怎样 台中人吃水饺 冬犬辣椒 不是冬犬辣椒 酱油 所以我刚才在全年的时候呢 还偷偷的 买了一个酱油 准备就来吃水饺 顺便沾我们的酱油 吃完水饺之后 今天我们的菜单 我们还有什么 丝瓜蛤蜊 丝瓜蛤蜊 紫菜蛋花汤 喔牛排 对 这样如果吃不饱的话呢 水饺一共有32颗 全部吃完吃不饱的话 晚上我们还有买泡面 好啦 所以应该是不错啦 还蛮足够的 等水饺煮好我就要准备来吃了 go go 说到煮东西 在之前跟老橘白出去了之后 煮东西的厨艺 是稍微有进步一点啦 不过目前好像也只仅限牛小排 所以这次的主食 除了牛小排 还买了最简单的冷冻水饺 首先冷冻水饺吃起来呢 就是水饺 毕竟是冷冻的 塗个方便嘛 对于在晚上7点多 才刚开始要煮晚餐的我们来说 还是觉得非常好吃啊 吃完了水饺 接着就是丝瓜蛤蜊 不知道的啊 一定以为我们不知道在干嘛 其实我们夹这个玫瑰眼 只是让它吐沙而已 有啦有啦 它要吐舌头啦 有吗有在吐啊 真的有有 有在吐 有在吐啊 有我看到这一只 这一只它有在吐 有啦它其实有开一点点 好那就让它慢慢的继续吐 对继续吐沙 蛤蜊丝瓜靠你们了 结果因为蛤蜊还没有吐完沙 所以我们决定 刚好把刚刚煮水饺的汤 直接拿来先煮汤 先来一个紫菜蛋花汤 吃完蛋花汤 接着终于轮到丝瓜蛤蜊了 好香喔 好像有feel喔 要不可以拿去白去嘴 哈哈哈哈 你应该不对 就是我妈叫我 趕快退给我妈 哈哈哈 這是我們的第二道菜 絲瓜蛤蜊 我覺得超好吃耶 欸 為什麼它有奶油的味道 應該是很清甜的味道 還是因為我鍋子沒洗乾淨 上一次了嗎 上一次 這湯真的爽 真的爽 所以我才想要加水 現在在吃了這個之後呢 就此就要跟櫛瓜說掰掰 以後就沒有櫛瓜這道菜也存在了 以後我都要煮絲瓜蛤蜊 雖然很好吃 可是我覺得敗在蛤蜊 蛤蜊真的太小顆 下次我們蛤蜊就不要去全年買 我們去菜市場買 現在呢 就讓我好好享用 絲瓜蛤蜊 天氣已經開始變冷了 剛好吃絲瓜蛤蜊 Go Go 剛剛只參與到了切絲瓜 現在牛小排 就得自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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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主廚呢 這位主廚呢 甜很好吃耶 煮到一半竟然給我吃些番茄 它番茄不錯耶 你要吃吃看 好 對不對 對 真的假的 好濕耶 好濕 我幫你翻 我幫你翻 它連半熟都沒有 可是我覺得我翻出去就白了 對啊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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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 哈哈 我也要看這邊好吃 都是牛肉味道 蛋有味道 嗯 怎麼感覺比老舉白煮的好吃啊 比剛才好吃 它有特別味道耶 嗯 而且現在喇喇比較不會像剛剛那麼鹹 吃起來比較沒那麼咬 好吃但是咬不上 對咬不上 煮太醜了 吃完牛排整頓晚餐 一路從7點煮到現在 也已經半夜12點了 這個時間點從這裡往天空看 肉眼就可以看到滿天的新點 再加上一整條長長的銀河 當天的狀況 是眼睛就可以直接看到銀河了 真的很震撼也非常的清楚 現在時間呢 12點半了 我才剛把我的東西就不吃完而已 我們今天一共吃了三四道菜吧 我們真的吃太多東西了 好飽好滿足喔 吃一個太爽 對真的吃一個太爽 一開始我們吃水餃 吃水餃 然後再來是紫菜蛋花湯 紫菜蛋花湯 然後牛排 不是 絲瓜蛤蜊 絲瓜蛤蜊 絲瓜蛤蜊完之後牛排 牛排完之後呢 我們還煮了咖啡 然後拍一個銀河 一路就直接拍到12點半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然後 我覺得它的缺點啊 就是這裡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它就只有這一條路是好看的 從我們昨天騎 不是騎 上一次我們是騎車過來嘛 那這一次我們開車上來 個人是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啦 當然如果可以騎車來的話呢當然是更好的 可是這裡應該是沒辦法紮飲的啦 就是只能睡車上 因為這裡這邊是水泥地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看到小路就會繞進來的人嘛 那不繞進來還好 一繞進來怎麼樣 天為驚人 上一次來的時候它這邊的狀況是煙霧彌漫 那時候的狀況大概就是 我們在山下的時候大太陽 然後結果我們上來之後呢 已經起霧起爆了啦 那起爆了之後呢 還是看得到那個陽光 因為我們對面就是一整片的茶園 我們這邊右邊呢也是一整片的茶園 所以那時候當下看到是覺得 哇非常震撼的 那時候看到有人在這邊煮東西 我個人是覺得那個氛圍還蠻好的 所以這次就決定來這邊 那來這邊首先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沒有電沒有水 水好解決 那電呢 這次因為直接在路邊野起來 所以帶上了這顆EcoFlow Pro的移動儲電設備 對於戶外露營野營來說 魯特是覺得真的很方便啦 在戶外臨時需要用到插電的設備 也提供了3個110V的插座跟我們同時充電 像是空拍機啊 數位相機 甚至是吹風機 電風扇 一些只能用插座供電的設備 在以往機車旅行需要充電 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任務 重量大約7公斤 之前在大浦河濱公園露營的時候 魯特就帶著這台對我來說 算是大顆的行動電源出征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顆電池的正面 它這整個做工呢 非常的細緻 外觀這個摸起來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材質的 不過整個給我的感覺呢 拿起來是舒服的 高科技提把上面印了一個EcoFlow 就可以這樣直接提起來 然後這個接點啊 它也是做得非常穩固 非常牢固 看到它的正面 正面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這個是一個手電筒 對它有三段式有沒有 這是SOS的 然後這是關 這是開 開呢又分兩段 這是第一段比較暗一點的 第二段更亮的 再來SOS 接下來我們看到它這個有一個儀表 最左邊有一個58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 它下面這個單位是Hours 所以就代表說 以我們目前插了這三根電線在充電 我們還可以再用58個小時 92%就代表它剩餘的電力 所以我們的使用時間呢 它會越來越少 像我們今天剛出門的時候 我們是100% 然後我們大概五六點開始用了 用到現在是12點半 12點半了 我們只用8%而已 上次我們去大埔河濱公園的時候 我們很厭格 我們還帶了吹風機去 這個我已經幫大家試過了 用吹風機大概吹20分鐘吧 會少15%到20%的電 對 因為吹風機的功率實在是他媽太強了 Input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在充電 所以就是零瓦 下面這個是Output 就代表它的輸出 輸出呢它會是浮動的 12 13 12 13 這充電的電器呢 可能會因為當下的使用狀況不一樣 所以它的瓦數會是浮動的 那這個我就比較少用到了 當然這次其實我們也可以硬要用到 可是我們這次沒有硬要用到 因為一般我也只是拿個筆電啊充電這樣而已 下面呢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有在充的三個 是USB Type-A的頭 然後它有附一個USB-C的頭 那這個頭呢100瓦 100瓦代表什麼 它可以幫我的MacBook Pro充電 這一次其實我有帶MacBook Pro來 可是又有看我合掛了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把MacBook Pro拿出來用了 USB-A呢它這邊有一個Fast Charge 這個Fast Charge 就代表說支援快充 非常的舒服 一個多月使用下來 充電速度很快 再加充電 從沒有電充到80%的電 大概只需要一個多小時 算是很適合我這種去哪裡 幾乎都是臨時奇異的人 從智慧型手機上 還可以下載EcoFlow的APP 打開馬上就可以知道電池的使用狀況 這兩次用起來我覺得都蠻穩定 而且夏天台電又這麼不穩 我都不知道下次停電是什麼時候了 這個電池 個人是覺得使用起來非常的讚 推薦給大家 等一下呢我們就準備要睡覺好不好 明天呢早上起來 聽說這邊有很棒的日出 可能會去看一下 吃飽喝足 時間搞到了將近半夜2點 我們也一覺到天亮了 各位朋友以前 現在的時間7點 7點幾分 喔沒有 5點55分 我們在這個鳥羽花鄉下起床了 昨天喝到了2點多 現在5點多 我們就被冷醒了 我覺得啊 如果你有上來這邊的話 被子一定要帶 我們是有帶啦 不過還是被冷醒 我們兩個人都只穿短褲而已 所以還是有點冷 所以就被冷醒 那我個人是覺得一早呢 哇 你有沒有看到我後面這個景 我個人是覺得真的超美的啦 陽光灑在這個山頭上好不好 半綠 一半深綠 等一下呢就準備要往下去走一走 然後現在先來煮一下咖啡 等一下煮完咖啡之後呢 再跟大家見面 GO 第二天一大早5點 我就被刺眼的陽光曬醒了 天氣跟我們昨天來到這裡的時候 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從空中看我們昨天待的地方 山谷之中 茶園之間 附近的景觀非常好 這也讓我決定 等等把東西收完之後 一定要到附近走一走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原本以為 這邊附近是很偏僻的 但是從空拍畫面看起來 應該是有蠻多地方值得去探索的啦 邊煮咖啡邊說東西 還走到附近拍了幾張照片 很喜歡這裡在早晨的時候 山巻一層一層往外延伸 接著陽光灑進山谷的感覺 我們現在把我們東西全部收完了 車子也發動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我們東西全部收完了 我們收得乾乾淨淨的 感覺我們完全不像昨天有來過一樣 全部東西都把它收乾淨 接下來我們就要沿著這條路走出去 去那個叫大輪山觀景台 聽說是要走一小段路啦 不過以我目前的狀況 我是覺得還OK還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了 希望我的屁鬥不要再爆掉了 GOGO 也記得如果有來到這邊過夜的朋友們 垃圾一定要記得收乾淨 開車的好處就是 可以把一整袋垃圾直接丟到澳道 下山之後再拿去丟 一路就這樣收到了接近中午11點 其實這一趟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時間的壓力啦 但是還是想在收完餐具桌椅之後 繼續往上稍微探索一下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坐上車 準備繼續出發了 起乘之後我們行駛在這條水桶寮林道 跟之前去旺鄉的料望台林道一樣 這條長3.2公里的水桶寮林道 也是台大的實驗林 雖然名稱是林道 但是整路都是水泥鋪裝的路面 開起來其實也沒什麼感覺啊 路幅算是蠻小條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會車 是不至於到會很難會車啦 剛好可以同時容納兩台車的車寬 往上開了大概20分鐘不到 其實這一路上我是瘋狂驚呼的 因為周圍的視野開闊 加上天氣真的非常好 開到最後我們根本就是開在雲層之上 我們也來到了大輪山觀景台 我現在來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大輪山觀景台 但是我們現在找不到觀景台 這邊的view呢 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棒 給各位看一下 不知道那邊是哪裡 可是呢我們現在比雲還要高 我們也比剛才上來的時候 那幾座山呢還要高 個人是覺得真的非常的讚 開車可以開到這邊 我個人也是蠻驚訝的啦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開車來這種地方 也是蠻放鬆的 我不知道從這邊這樣看過去 各位看不看得到 看那個山後面還有山 山的後面還有山 那個山的後面還有山 哇實在是太感動了 非常的漂亮 那等一下我們就 往觀景台上面去走一走 Go Go 個人是覺得啊 剛才停車那邊還好 走過一個小灣道之後呢 我們從那個灣道然後走過來 這邊的景致呢 個人是覺得更加漂亮 因為有茶園還有一些房屋的點綴 加上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好 不過我們現在就跟雲海平行了 這邊就可以看得到我們的雲海 這非常讚啊 然後我在這邊看到一個路表 他這邊是寫水桶遼陵道 可是我不確定我們到底開的那條 因為我們剛才就是從 的確是從這條水桶遼陵道開過來沒錯 可是他一路上的路況呢 根本不像陵道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的騎摩托車上來 或者是開車上來都可以好不好 路還蠻簡單的不會說到太難 在這裡我原本是想要飛空拍機的 但是在看到了整片的景色之後 就瞬間覺得 好像直接用拍的就非常夠了 而我們離大輪山觀景台的距離 大概就是往上走5分鐘 但是這5分鐘樓梯上的這個坎 大概只比南橫公路的天池 那幾階階梯再低一點而已 除了腿痠還會走到非常喘 他這一坎其實還蠻高的耶 跟天池 比天池矮一點啊 可是跟天池有得比 不過我邊走邊回頭 看著身後的景色 還是會很有動力繼續走下去的 右轉觀景台 可是觀景台現在人爆滿超多 左轉沒有陰影 所以我決定待在這邊 應該這邊也是設一個觀景台 對 我們現在在這邊 在這邊休息一下 太熱了 所以小弟這次就不去啦 好不好 小弟這次就在這棵榕樹下 啊松樹下 我也不知道什麼樹 隨便 個人是覺得這裡真的非常漂亮 滿適合大家騎車來的 而且機車來這邊其實比較好停車 汽車來的話有點難停 要停到滿旁邊滿後面的才有位子 因為中間的路其實比較小條一點 然後大概在中午的時候 中午過後呢 這邊又開始起霧 可以看到呢 霧已經開始慢慢的飄過來了 霧飄過來的時候應該是比較漂亮的 而且比較不會那麼熱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來的話呢 我是建議啦 大概十點多出發吧 待到下午兩三點再走 應該是會滿舒服的 因為這邊上面有一些店家 然後你可以吃火鍋 吃東西 喝東西 讚 這裡真的讚 等我豆豆破掉之後 我一定會 再騎摩托車上來 這一次我們就沒有走到觀景台了啦 因為當天人真的超級多的 而且我覺得 在這裡的景色 對我來說 真的已經很讚了 離開大崙山觀景台之後 這一趟休養屁股之旅 也真是畫下了句點 我想下一次有機會 我還是會想要騎摩托車來這裡 然後到附近的露營區 好好的再給他錄一個晚上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在那邊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